人的智慧是觉悟的基础 你们要学会心中坦荡 人间杂事什么都不管 你们的皮肤就会发亮 你们去看看 皮肤发亮的人 心中没有太多的烦恼 师父不骗你们的 师父早就跟你们讲了 不要给自己增加烦恼 师父不想具体说谁 但是有几个人 没有的事情 还会经常想出一些事 让自己烦恼 这不是神经病吗 师父要你们越修越真 犹如烦恼还童啊 你们看到孩子可爱吧 童真可爱吧 小孩子笑嘻嘻的 讲话也不怕讲错 这就叫孩子啊 他没有想法 所以他可爱 这种孩子开心啊 你们虽然老了 可是思维要像孩子一样的干净 健康 没有杂念 这才叫烦恼还童 师父看你们 磨润浮霜 想让自己烦恼还童 但是心中老的 像八十岁 九十岁的人了 有些人 心里压力 重得不得了 头发都白了 还能够还童吗 修行人 说任何话 出来 就要是禅语 禅语 是什么 就是有智慧的语言 你们要学师父 你们说师父不教你们吗 师父的书上都写着呢 你们有几个人背得出来啊 你们把师父书上的 这些智慧语言 比如 白话佛法 第一册到第九册 如果你们能够 基本上背出来 你们已经 很有智慧了 为什么师父 不管到哪里 讲出来的 都是禅语啊 因为师父有智慧 如果你们能够 把师父的书 背诵几本出来 保证你们 讲出来的 都是禅语 老婆一骂你 你就会想 师父说了 骂人会有业障的 我一定不跟你一样 我要好好修 老婆一急 你再这样 我要打你了 你想 打人是要下地狱的 不要跟他吵了 这样 你不就是有智慧了吗 没有智慧的人 会是怎么样的呢 人家已经发脾气了 他还在说 你敢 如果你学佛 你就会在心里想 千万不要打人啊 打人会有报应的 要有智慧啊 智慧语言和很多 世俗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 有智慧语言 做底子 他和世俗人 是不一样的 世俗人是什么 就是 自私啊 师父认识一个 澳大利亚女人 他的那个男人 经常骂这个女人 但是 从来不打她 他觉得 跟她过得太难受了 他听人家说 只要有家庭暴力行为 就可以报警 然后 他就可以申请 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他实在不想跟那个男人 过下去了 等到有一天 那个男人 喝酒喝疯了 他就跟那个男人顶嘴 情急之下 那个男人拿酒杯 砸在地下 他马上就报警 他就是 有意地 用这种方法 来让那个男人犯错 最后 他真的 如愿以偿 师父告诉你们 用这种方法 来达到 个人的目的 就不叫智慧 这个叫愿解 这个男人 到现在 见到人 还在说这件事情 总有一天 他会报复的 所以 师父告诉你们 做人要正 不要用不好的方法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时刻提醒自己 要走上 觉悟的道路 我必须觉悟了 我不能再这么 稀里糊涂了 一定要让自己提醒自己 过去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一定要觉悟 我不能再走老路了 我过去太傻了 要离开生死 怎么讲呢 就是不要去想生死 就是离开生死 很多人天天想 我死了怎么办 实际上 他就是在死亡线上 挣扎着 不想生死 他就会自然没有 因为生死是自然的 既然知道生死是自然的 人生了必定会死 那还去想他 干嘛呢 还不如利用想生死的 这点时间 好好地想想 我这辈子 人生应该怎么活 怎么过 对不对啊 师父告诉你们 人要懂得 离开生死 这道门户 走解脱轮回之路 解脱轮回之路 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能再做错事情 过去我抽过烟 我戒烟了 我又抽烟了 我过去淫荡 现在我又开始邪淫 我过去赌博 我现在又开始赌博了 我过去伤害过自己的身体 不注意肠胃 我现在又害自己了 我过去骂人 后来不骂了 我现在又骂了 过去吃荤 现在吃素 不久又吃荤了 这就是轮回啊 师父看见博客上 有一个人留言 这个人是吃素的 有一天 他在餐桌上 跟人家一起吃荤 结果 鱼刺卡在他的喉咙里 弄都弄不出来 医生说要切开喉管 才能弄出来 这个人吓死了 忙求观世音菩萨 并许愿说 观世音菩萨 我再也不吃荤了 许愿放生五千条鱼 念诵两百张小房子 后来换了一位医生检查 什么都查不出来 整个人就跟没有事情一样 喉咙不痛了 好了 结束了 你们想想看 做错的事情 能够再去做错吗 轮回就是 你们身上不好的事情 在轮回啊 你们要懂事情 人类早期 人的欲望很少 当人听闻佛法的时候 佛法很容易进入你的心田 这叫正法时期 就是一讲佛法 你们就会听 为什么农村的人 一旦学佛 就会学得很好 因为他们心中正啊 他们的心中没有私心 城里的人 为什么难一些呢 因为城里的人 私心比较重 一个从来没有学过佛的老妈 他一学就学好了 一个已经学过佛的人 你再跟他去讲 他不听你的了 一张纸画过图了 很难再擦干净 一张从来没有写过字迹的白纸 很容易写成一篇好文章 所以欲望少的人 一旦听闻佛法 佛法就进入心田 马上就修 而且容易脱离轮回 当年成佛的人很多 而现在成佛的人 为什么很少 因为现代社会的诱惑力太大了 人的欲望太多了 师父再说几点 过去只有粗茶淡饭 哪有现在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 过去的女人穿得普普素素 哪像现在这样 穿着各种各样 不好的衣服来引诱别人 这样子是害人害己 现在的社会 只要有钱 什么东西都能够买到 你说钱对人的诱惑有多大 很多人为了钱 什么都做 这就是人的欲望 诱惑越多 欲望就会越来越膨胀 这个要 那个也要 最后 什么都不舍得甩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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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